污染观光景区这个地方 其实漏洁的情况仍然相当的严重 直指排水系统除了问题 台北市议员 领气员 指出新北市乌来区温泉业者 让受污染的水及泡汤的温泉水 直接流入南市溪 整个大台北地区的饮用水都受到污染 导致500万人恐怕把污水喝下肚 整个乌来温泉业者 他们的游客的 观光客的 这些泡汤水 洗澡水 只经过业者的初级处理 就直接排放到南市溪 也就是我们的水源区 为什么人喝的可以经过初级处理 就开始可以排放给我们喝 我觉得这个想起来都非常的恶心 对此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副局长表示 温泉业者排放的生活污水 都已经纳入污水处理系统 处理到符合放水流标准后 才会排放到水源区外 而泡汤温泉水则依据环保署规定 过滤毛发及降温后排放 乌来温泉水排放遭到指控 悠行观光受影响 乌来区观光发展协会理事长也出面澄清 温泉业者排放温泉水都是依照政府规定 况且依据新北市环保局做的 温泉水排放的水值检测 最近三年已经检测97次都符合标准 我们的水管会里面 他都每个月都有定期的来自一边 这个抽水去检查 也有不定期的来抽检 所以他的水值的数据告诉了大家是安全的 不过游客泡汤的温泉水只是过滤毛发 就变成大台北地区的民众的饮用水 恐怕让人无法接受 但水特局再三强调 击查后都符合排放标准 原本新闻那么大陆 新北市乌来采访报导